美國總統拜登承諾上臺後 要打造對移民人性化的制度 前國土安全部代理部長查德‧沃爾夫 接受英文大學員專訪時表示 大批中美洲移民來到美墨邊境 不但造成國安風險 更讓許多冒險前來的人 卻因為不符合庇護的資格 最後必須離開美國 這對移民來說並不人道 今年年初以來 抵達美國南部邊境的移民人數迅猛成長 今年3月 有17萬名移民被逮捕 當中將近1.9萬是沒有父母陪同的未成年人 兩項數字雙雙再破紀錄 我把目前的情況叫做前所未有的危機 不只是因為我們可能有20年來最多的 西南邊境逮捕非法移民的數字 還因為你可以看到國土安全部 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 以及整個政府採取那麼多的措施來應對 現任傳統基金會訪問學者的查德‧沃爾夫 曾在川普政府擔任國土安全部代理部長 他表示 很多邊境巡邏員告訴他 現在天天在處理移民問題 不知道何時能夠結束 還有許多邊境巡邏員被派到室內設施裡照顧移民 這意味著他們沒能履行維持國家安全的任務 相反 他們改常呆在邊境巡邏設施裡 照顧 餵飽這些移民 這令人擔憂 因為販毒集團會司機而動 罪犯也等著有機可乘 沃爾夫表示 美國法律規定明確 民眾必須是因為某些特定的因素遭到迫害才能獲得庇護 並不是說我的國家經濟陷入困難 疫情很嚴重或有黑幫等原因 就能獲得美國的庇護 有85%到90%的人都不符合庇護資格 在我看來 這種政策與傳達給移民的信息並不是非常人道 從某種意義上說 現在政府正鼓勵移民前往邊境 但知道他們其實資格不服 也就是有關單位必須遣返他們回國 政府邀請他們展開非常危險的旅程 就像你說的 穿越邊境 然而 這全被販毒集團與人口販子控制 移民要付出高昂的代價 新唐人電視 紐約報導 雲兒 滿雲油 瀅 weggebend